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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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是7月28日期止結算日 所以呢 事業叉又可以波動一些 市場我們看到的是 accelerated上升的趨勢 所以成了日升日跌 基本上是維持上升趨勢 好,我們看看板塊 板塊方面,今早上升的板塊不太多 到現在中就比較多 原因是日本方面開完會之後 會靈活地看市場的需要 來調整它的息率政策 其實不需要靈活的,你需要靈活嗎? 你問一下你的契哥 美國佬問一下他 他告訴你,升就升,不升就不升 日本是需要升息的 不過美國又需要日本廉價的資金 去買美債 所以一定會要求日本壓低它的息 讓日本方面的錢 或者全世界的人就借入元 零息或者近半零息去買 有三厘多、五厘多的美國債券 但是這個現象 會維持多久呢? 我覺得可以維持到大約兩年 還可以維持兩年 雖然現任日本的銀行行長 是很想去加息 而去壓制日本的通脹 如果日本的日圓是這麼弱的話 日本的輸入通脹是很強的 日本有很多的石油都是需要輸入 也有很多原材料都是輸入 當你去到日圓很弱的話 原材料的輸入和石油的輸入 是削減你公司的經營成本 可以預期日本在接下來這一兩年 如果它仍是這麼弱的日圓的話 如果物價 外面的商品物價 不見得有跌下來 這樣呢 他們公司的營利 一定會減少的 我不知道巴彼特到時候會怎麼看 不過無論怎樣也好 這是一個國際性的資金 搶資金的情況 不是一兩天的 是將會可能的 去到他兩年左右 為什麼兩年左右呢 因為兩年之後 下一個美國總統 怎麼看呢 另計吧 但是由現在 到了2025年 美國的國債上限 是被提升了 去到五十幾億 即是有二十幾萬億 它現在的國債上限是三十幾萬億 那即是中間是有二十幾萬億 的國債 是要兩年之內去出的 記住 它累積了這麼久的國債是三十幾萬億 近兩年之內 它會提升二十幾萬億的國債 二十幾萬億 相對於三十萬億 是差不多是六十個巴仙的 即是它要在這兩年之內 它是分分鐘可以提升多了六十個巴仙 的美國國債 即是美國會引多了六十個巴仙的銀子出來 怎麼看這個問題呢 大家怎麼看這個問題呢 所以世界是慢慢轉變 好了 在這點裡面來說 我們看看今天這個所有的表現 電信服務是升得最多的 接著有保險 然後就是地產去哪裡 地產和銀行在這裏 地產和銀行在這裏 都是升的範疇之路 好 接著我們再看看個別股票 個別股票 現在就看到了 就是十分之好 全部都紅的 一片紅 大牛龜也很紅 這個李寧物內需股 那又升了 有幫保險比較差一點點 比亞迪就升了 阿里巴巴升了一點點 騰訊升了一點點 南方恆生科技指數升了一點點 美團升了一點點 其他那些是哪些 不升又怎樣呢 就有一個叫做恆大汽車不升 匯豐都匯了 石油化工等等 中國移動都匯了 好了 我們看看就是這個其次了 其次呢 今天就絕得相 日本是跌的嘛 改為升 為什麼呢 因為日本方面 人人都擔心它 這個會加息 會少了資金的供應 日本資金供應 如果日本講完之後 很開心 所以就這樣 那這裏我們要看看 這個變化 這裏這一天的變化是怎樣呢 我們看過一分鐘圖 一分鐘圖就是這樣的 告訴大家 今天一開始 就跌下來了 消化了之後 之後看到他們十點鐘 就有人在十點鐘開會 人都知道 一定有人有這個春光鴨 人家十點鐘就不斷升上去 升到這裏之後應該會打平的了 打平呢 因為今天是其次結算嘛 所以我想今天呢 可能其中的結算呢 就是在197至195之間 或者你比拔一點的話 就在199至195之間 在197之間來做 那這裏呢 下面就是這樣 就會不斷平了過去的 那這裏就是今天去到這裏 好了 我們再跟著 看看有什麼股票 我們可以留意一下 其中一隻叫上海實業控股 或這裏呢 中一隻叫你 對 那這裏呢 也就對